如果你不想把下胸练的翻出来 那我不建议你做这个动作 双杠必居生 今天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动作 背叛的人我都送他一把碗 将来终成于我的人 那就是几个亿了 哇 好久没给大家讲动作了 紧张了紧张了兄弟们 我记得前年也是这个时候 讲过一期双杠必居生 但当时很多人反应自重做不了 那你们说的话我都记得 但曾经说话的人还记得我吗 好 那我们就用辅助器械来讲解 一样的 那双杠呢 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 仅仅是练下胸部的 整个胸肌动得到非常充分的收作 与杠磷雅琳还不一样 推杠磷你可能还要纠结肩甲骨动 还是不动 但这里不用纠结 我们是需要配合一个 内收和外展运动的 那生命在于运动 我就喜欢运动 没事就想打一打篮球 偷一偷别人家的石榴 真是秋色满园关不出 一只石榴出墙来 这不就是等我来摘 那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略宽于尖的卧具 这个卧具是可以调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上去就做 胸头残余多 宽了肩膀又难过 你握中间 稳妥 重心压在掌根的外侧 其他不用管那么多 好第二步呢 我们要做一个大臂的外旋 这么硬拧 胸肌就吃上力了 对不对 321体 没看明白是吧 好再来一次注意看我们的躯干 这里细分一下应该是两步 躯宽收腹 第二步是腹身寒胸 OK 那第三步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吸气下来 吐气上去 保持小鼻垂直于地面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下来和上去的时候 肩胛骨会有对应的内收和外展 很多人不理解顶端的寒胸是什么 那不就是肩胛骨外展 肩膀前身吗 这样子 胸肌的收缩就相当充分了 刚刚说用器械示范的 不好意思忘了兄弟们 一样的 器械要简单的多 好 大家看完先试着做一组 那我等大家做完 我们再一起看一下一错点 好吧 好 做完了吧 我知道你没做 所以我也没等你 你一糊弄我 我也糊弄你 第一个 俯身角度不够 虽然我开头也是这么做的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 这样拍出来的视频好看 毕竟如果健身不是为了装兵 那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顺序大家别弄犯了 先把身材练好 才有装的机会 不然容易装成傻 那我们要把身体俯下去 这样子胸肌的受力面积才最大 而不是练你的肩膀和三头 明白吗 第二个是俯身角度够了 但是没有维持住 这个叫什么我也不描述了 请你坚持住好吗 生活就像健身 没什么大不了的 除了肌肉 好 我话讲完 谁赞成谁反对 反对的人站过来 兄弟 刚才我没人多 风格给你磕一个 别反对我行不行 我没人多过来